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阿波威的植物分享课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长寿花的各种知识 包括了配图,修剪和平日养护等等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一盆长寿花 它是处于一个含苞待放的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 这些花朵将会在这几天内盛开 很多人都有说 为什么我的这个长寿花怎样都种不好 等花期结束之后就枯萎了 甚至是花期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把它送上天堂了 其实基本上长寿花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养殖和栽种的一种多肉 这个长寿花是属于多肉来的 好,现在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它的习性就是它的光照,它的水分需求等等 其实呢,长寿花是一种短日照的多肉 它并不需要像其他的多肉一样 需要长时间的光照来维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相反的,它属于一个短日照的植物 所谓的短日照呢,就是它的这个阳光摄取 一天呢,只需要大概八个小时就已经足够了 而且不需要强烈的阳光 因为它主要呢,是一个叶片的一种多肉 叶片型的多肉 好,其实呢,这一个长寿花呢 它是属于一个冬天近春天的 才会开花的一种多肉植物呢 如果呢,你想让你的多肉 就是这个长寿花开花的话呢 你可以让它吸收比较多的阳光 当它的这个花苞吸收到比较多的阳光的时候 就会刺激它开花 因为它开花的条件就是在冬天转春天的时候呢 它接触到这个温热的阳光就会开花 所以如果你购买回来的这个长寿花 是带寒暴的这个花苞的 你想要让它快一点开花呢 你就给它多一点阳光的这个招式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修剪了这个已经 花期已经结束的这个长寿花 对吗 你想要刺激它的这个花苞的这个生长 对吗 相反的 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阴暗的地方 才能够达到一个刺激花苞生长的一个 条件 生存条件 好 其实长寿花呢 它在配土方面呢 跟其他的多肉是一样的 关于配土的方面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分配它的介质在 就是50%的这个粉末 跟50%的颗粒 有颗粒呢 有颗粒呢 也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排水通风的一个土壤情况 因为如果你的土壤不够通风对吗 它很容易就会发生就是腐液烂液的问题 好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这个长寿花的这个配土的比例呢 就是这个 Pink Moss Pink Moss 通常我们会用Pink Moss 比较少会用这个 有机土 因为有机土的那个吸水 吸水能力太强了 我们会用Pink Moss 它也比较松软 50%的Pink Moss 50%的颗粒 颗粒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青石 加上珍珠岩 再加上一些智石 当然呢 这个缓氏肥 在种植这个长寿花 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在强调 这个缓氏肥呢 在对于这个长寿花 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会开花的植物呢 会开花的植物呢 它是会消耗它 自身非常多的这一个能量的 如果开花的植物 不管是 不认识长寿花 任何的花都好 如果你的植物是会开花的 你一定要定期适当的给予它 正确 以及适当的这个肥料 这样的话 才能够提供它的这个母体 很足够的养分 要不然的话 当它开花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给它 足够的这个营养呢 它就会消耗它本身的这个能量 它就会选择性的 消耗掉它自身的叶子 你会发现到你开花的这个长寿花 通常为什么会发现到 这个下方的叶片都会带点黄黄的 带点黄黄的 不健康 慢慢的它的叶片就脱落了 基本上都会在下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开花 它能量不够了 消耗能量不够了 你又没有给它这个肥料 所以呢 它就会选择性的 失去它本身的这个叶片 通常是从下方开始 而提供它自身足够的能量 所以说如果你是栽种这个长寿花呢 一定要放这个充足的缓湿肥给它 然后要定期的补充这个叶肥 叶肥的话大概是两个礼拜一次 如果是这种缓湿肥的颗粒呢 大概是三个月到六个月 你要补充它一次 最好是可以买在泥土里面 或者是撒几颗在这个泥土上面也可以 它当接触到水分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这个营养出来 好 所以呢 我再强调一次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这个长寿花呢 如果你的长寿花呢 是在盛开的花苞期呢 你一定要适当的给它 补充这个叶肥 跟这个缓湿肥 再来呢 修剪这个长寿花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你的这个长寿花 长得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要如何修剪你的长寿花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方的这些长寿花 全部都是含苞的花苞的 这些不是从园秋刚刚出来的 这些已经是开过 开过一期这个花期了 然后花期结束后 我修剪了 修剪了之后 我把它放置一个礼拜后 它就已经是盛开了很多的花苞了 今天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 要如何去修剪它 修剪之后 要如何让它快速的获得新的花苞 你们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一盆长寿花 它是已经是结束花期了 基本上呢 这个长寿花 如果结束花期了 要怎么修剪呢 如果你不修剪它 是不会再生出新的花苞了 你一定要修剪 你修剪之后 它在一到两个星期之内 如果你的生存条件够好的话 它会再重新的开过这个花苞了 好的 现在话不多说 我就教大家要如何去处理 修剪这个长寿花 首先呢 你需要一把这一个锋利的 这一个植物用的这个剪刀 在你使用之前 记得要用这一个酒精消毒 确保你的这一个 这个容器是没有细菌的 然后用纸巾擦拭干净 好 如果你要修剪这个长寿花的部分 对吗 通常我们会以下方第二片叶子来修剪 就是大概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修剪这个部分 对吗 太丑了 你留了这个部分也没有用 通常我们都会把它剪到这个第二片叶方的 第二片叶子的这个部分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部分 这样子的部分 好 这里有这个节跟这个节 我会把它剪到这个第二片叶子的这个部分 第一片第二片叶子 通常它都是在第二片叶子的部分 你减去它 好 这个部分 减去它 这个部分 减去它 好 这样子的话 你的这一个 已经花期结束的长寿花 我们就已经修饰完了 再来呢 长寿花有几种叶片也是要修剪的 第一种就是有 有病态的叶子 这种属于有病态 已经有点带枯萎的 你们就必须把它修剪掉 像这些 你们可以找它的这个进口地方 直接把它剪去 然后呢 如果你的这个长寿花叶片 是带有一点这个进步的话呢 它是可以叶孵的 如果你把它剪到只剩下叶片呢 它通常会生根 但是很少几率会孵出新的 这个长寿花 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你们是想要繁殖你们的长寿花 对吗 我给你们的建议是 你们用剪枝的方法 就是你们找 这个就是 你看这个上面是蛮茂盛的嘛 你们可以剪这个部分 你们可以剪这个部分 然后呢 上面这个部分 可以带它的伤口 干燥了之后 它会发根 然后你们再把它 种进泥土里面就行了 这样上面的部分 就会变成一颗新的长寿花 而下面这个部分呢 当它干口了之后呢 它也会爆头 爆头的意思就是像这样子 你们可以看到 我这一株的这个植物 是我有修剪过的 我把它这个头部剪去 所以呢 它在这个修剪过的地方 它就会爆出很多个新的头 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如果你们要繁殖的话 比起叶孵繁殖 我会比较建议你们 就是千叉繁殖 剪去这个部分 伤口的地方 记得不要 淋到水 也不要去浇水 也不要弄到雨水 因为很容易 受到细菌的感染 让它保持一个 通风干燥的一个情况 伤口处你们可以 抹擦一点 多菌磷粉 让它防止这个细菌的感染 好 然后再来呢 我刚才也提到 就是如果这种病态的叶子 你必须要卷去 再来呢 这一个下半部 过多的叶子呢 我也是建议你们剪去 因为呢 太下半部的叶子呢 是没有什么照得到阳光的 所以呢 它很容易就会黄叶枯叶 我建议你们就是下半部 如果过多的叶子呢 你们就把它修剪掉 而且你修剪的部分 它会重新生出 这个新的这个柚苗 到时候你就可以把它 剪出来 去重新种植 当它已经足够强壮的时候 你要有 你要时常的修剪 这样子的话 你的这个长寿花 它会越来越美 如果你不舍得修剪 对吗 它只会越重越 不漂亮 然后呢 长寿花是一个 不需要非常强光的一种植物 尽量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 再来呢 长寿花是可以种成老庄的体态的 你们可以看到 我手上这里有一盆 这个是长寿花来的 如果你把它的下方的叶片 一直不停性的 一直修剪 对吗 它就会慢慢的 它就会长成一种老庄的状态 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达成这样子的状态了 这个就是 我们保持它的顶部优势 一直不停的修剪 这样的话 它下半部就会形成一种老庄 而上半部 它就形成一种 爆头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路养的一个长寿花 它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平常 非常喜爱的这个金钱木槿 好 所以如果你喜欢你的 这一个长寿花 形成这种老庄的状态呢 你可以把它的下面的 下面部分的叶子呢 不停的修剪 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美的 一个老庄 老庄长寿花 好 我再继续的讲了 冰液要剪掉 多余的叶子也要剪掉 再来呢 当你修剪 修剪完这一个长寿花之后呢 记得一定要放一些适当的这个缓湿肥 提供它足够的能量 这样子的话 它才能够在短期之内 重新的冒出这个新的右芽 跟新的这个花苞 好 刚刚我已经提到的就是修剪的部分嘛 就是烂叶 下半部的叶子要修剪掉 再来呢 如果你是想要它快速的生长回花苞 对吗 你们必须要把它放在一个相较的阴暗的地方 你们可以放在就是 例如你的阳台 就是属于比较阴暗 但是通风的地方 有些人也会把它放在就是那个储藏室 Store room 它只要足够阴暗的保持16个小时阴暗 它就会促进它的这个花苞的生长 但是当然的 如果你要让它放在阴暗的地方呢 你的这个泥土就不能够过分的潮湿 如果潮湿阴暗不通风的话 它就很容易烂根浮根 所以如果是 我建议你们 如果你们要修剪之前呢 你们就保持你们的土壤干燥 这样的话 你们如果想要它促进花苞生长 你们就可以把它放在 你们的Store room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生回这个新的花苞 但是切记 修剪的部分 不要中到雨水 很容易细菌感染 当你的这一个长寿花 已经是冒出新的花苞了 对吗 如果你想要它 促进它开花 你就让它受到多一点的光照 当它受到光照的时候 它就会刺激它的花苞生开 它就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几天之内 它就会生开 所以是 其实这个长寿花是 非常非常非常容易 去维护跟饲养的 泥土呢 就是用这些介质就行了 好 再来呢 在我结束今天的这一个 长寿花的这一个分享会之前呢 我也跟你们提醒一下 你们这个土壤里面呢 你们也可以放一些 这个多肉伴侣 多肉伴侣是一种颗粒的肥料 它最有效的就是 可以提供它充足的这些营养 再来它也是有帮助这一个黑斧 因为这个潮湿引起的 这个腐烂问题 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它的分量是需要非常的少的 像这一些多肉的补助品呢 你们可以上Shoppy寻找 我们也是有售卖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戒指啊 这些粉末状的这些补助品 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问我们 然后多菌磷呢 你们是可以 掺在这个泥土里面的 它有帮助就是杀菌 保持这个土壤 处于一个无菌无害的一个情况 可以减低这个细菌的滋生跟虫害 再来呢 这个多菌磷呢 是对这个防止细菌感染是非常有效的 当你们有修剪任何的多肉或是植物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在伤口处涂抹一些多菌磷 它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感染 当然了 这个多菌磷 你们也可以把它掺入这个水里面 然后拿来喷洒你们的植物 对于这个雨菌的防护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你们的多肉呢 是时常有日赛雨林啊 你们要定期的给你们的这一个多肉 喷洒这个多菌磷 这样的话 它可以防止就是雨菌的这一个伤害 所谓的雨菌的伤害呢 就是你可以发现到你的多肉上 有一点点黑一点黑一点的这一种情况 就是所谓的这一个雨菌的伤害 今天这一个长寿花的解说 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在我结束之前呢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次 今天这个视频的这个重点 第一 如果你的这个长寿花花期已经结束了 记得一定要修剪你的长寿花 如果你不修剪的话 你的长寿花就会继续的消耗掉 它本身的能量 渐渐的它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美 而导致死亡 长寿花一结束花期之后 一定要快速的去修剪它 修剪的话通常会在下面算起第二片叶子的上方 修剪掉 修剪之后呢 伤口不要动到雨水哦 放点多距离让它的伤口愈合 再来呢 修剪叶片的部分呢 有黄叶有冰叶的叶子一定要修剪掉 然后呢 下方多余的叶子也要修剪掉 好 如果你是要繁殖的话 它是可以叶夫繁殖的 但是最好是有带有进步的一点点部分 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 但是我不太建议用叶夫的繁殖 因为这个成效太低 需要的时间也太长 如果你们需要繁殖的话 你们可以检查繁殖 找一个比较粗壮的地方 大概是这里的地方把它剪去 上半部晾制它 当它生根的时候 种去土里 下半部的位置 它的双口处会很快的 生出新的这个长寿花的幽苗 会爆头哦 再来呢 千万要记得 你修剪的容器呢 这个器材呢 一定要用酒精消毒 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细菌的感染 修剪之后 一定要适当的补充这些缓施肥 缓施肥 然后多肉 这个长寿花是属于短日照的这个植物 所以不需要非常长的阳光 你们只需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然后泥土方面呢 50%的颗粒 50%的泥碳土 就行了 然后呢 浇水方面呢 叶片 你感觉它有点松软的时候在焦 如果叶片没有松软啊 没有皱纹 不要乱乱焦 它很容易就会导致 因为这个潮湿 而引起了这个叶片黑幅啊 变黄的问题哦 然后定期给肥料 这个叶肥大概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一次 这个黄色的这个缓施肥 大概是三到六个月一次 今天我们在这个长寿花 讲解视频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期的节目见 记得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快回答你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见